中共七一前香港政府25号公布高层人事调动 对反送中强硬的警务官员获得拔拙 曾两次冻结一传媒资产的保安局长李家超 升任为政务司司长 代替张建宗被港人斥责沦为政权棋子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升任保安局局长 而现任副处长萧泽宜则接任警务处处长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调动官员是否为县界政府的失误买单 林郑称难以具体回应 并指不会评价离任官员 中共百年党庆将至 中国各地灾难集中爆发 河南商丘一间武术馆25号凌晨发生火灾 官方称事故已经造成18人死亡 16人受伤 中国网友怀疑当局刻意压消息 不让相关消息上微博热门榜 美国洛杉矶时报周四报导说 临近建党100周年 中共正在抹去官方错误和不光彩党史 同时删除各种记录 连它打压意义的所谓法律判决 都进行了全面屏蔽 习近平日前对中共战狼们发表讲话 要他们谦逊谦和 努力塑造可爱形象 但中共驻巴基斯坦外交官张和清 24号发推文宣称 我们就是战狼 并附有数中指的侮辱性手势 引发国际关注 不过张和清隔天就改口称 保持和平才是核心信念 外媒德国之声报道 这并非他第一次推文引发争议 新唐人亚台电视张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